这宝马车 路步车 这都我儿子的 而喜欢我儿子一个 我还有一台给我姑娘了 但车咱不抽 但如果要俩人都有公子 你就搁在一块 放到你呢 放到我呢 都各自 我每年就是说 比方说一年四季缺什么东西 你也没有那种意思 给我点钱吗 是不是没有 没有 就是俩人钱搁在一块 土豪大一来相亲 对着大妈一顿吹牛 对大妈却一毛不拔 真是使得了掉腊八粥里 你算个早还是算个逗啊 王大爷今年67岁 退休金每月3600元 有房 我才发现 大哥这身穿得挺精神的 这是特意 因为知道我们今天要来 特意穿着这样的吗 对对对 平常就穿便装 平常穿便装 今天特意扎个小顶带 挺精神挺精神 我昨天买四个苹果 买六个那叫什么鞠嘎那什么 我臭十个 结果到那一挂那个香蕉 我说要了吧 回家一查十一个 我真是光棍女 我真是干了 香蕉给十一个 也不是特意的 一会儿我把那个单独那个 我给你吃的 我看行 吃了就成爽了 对呀 吃了就成爽了 为了今天的香金 大爷可谓是诚意满满 小领带一打 小坎尖一穿 妥妥地穿出来老华侨的既视感 别看大爷的退休金不算高 但生活水准绝对没问题 单凭这大房子 就能看出大爷的经济实力 大爷有儿有女 曾经有过一段还算圆满的婚姻 没想到却断送在弟弟手里 因为我弟弟小弟弟 头一个离了 完了第二还离了 头一个离了 这一家的婚儿 叫他妈带走了 到第二个离了 把那孩子抱着 那媳妇抱着 送家 你弟弟把他家的孩子 扔到你家了 我弟弟跑卖英子了 弟媳妇 你弟媳妇把孩子放到你家了 完就走了 就没办法 拔个月孩子 咋整个儿就顾着看呗 他们娘在里边 总戳着戳着 画干话 要不就把孩子送走 要不走我就走 我也没拿 我说走你就走 把你走你养完 我走我养去 你看我能不能把孩子养了 也就是画干话 就一养去 就把手给拔了 要说这大是个好大爷 在亲情方面 做的算是相当到位了 但是让自己的孩子 从小缺失了母爱 让这个家庭不再完整 同样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刚离婚不长时间 大只能考大学考到 咱这个能大 今天能大 人家的妈就给送了 人家的妈说上大学 我供不起 送过 送了 我就养了 就这样 就把他供出大学 完后结婚 完整小的也是一直供 供的 这不是去年 也认识是今年 9月15号结婚 我姑娘9月19号 这我算完成任务了 如今一双儿女和两个侄女 都已经成家 大爷终于卸下了身上的重担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呢 他就锁定了房姐王大妈 结果我一看他还搞啥呢 就搞这个二手房 他到那二手房 他有个啥呢 他能装修 装完修完再卖 我也觉得 这我们俩还有沟通之处 因为我木马随短店 这些行我都懂 我俩能够结合了 那我好在哪里 我指定我比他多 干这么些年 你这合计你俩 这要是一起整买卖啊 你是这么想 因为两个人呢 在结合的时候 必须有共同语言 有共同爱好 这样的话 俩人的就是 你看都都跟那个 你看这个 我还能帮助你 咱俩就有共同语言 你俩人就是这样 你要俩人 你没有共同语言 他干这行 你还啥也不懂 你跟皮肤光 第一个包围 没人想的 还还是 听这意思是 最凤之一不再久啊 找项目赚钱是关键 相亲是顺带的啊 了解完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还真就把 黄姐给带来了 我家子 那可不一家子吗 你姓王啊 对 太好了 因为那时候记得这么紧的 我得拖鞋啊 不会不会 没事没事没事 一会儿就打了 你觉得就是 见到这个王大姐本人了 就觉得印象也挺好的 哎呦 就是跟你心目当中 理想的是 一样还是 高点还是差点 基本一样 挺好 可以继续往下相处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都还不错 于是决定坐下来戏聊 没想到大妈 也是有备而来 为了能让大爷 更准确地了解自己 大妈通宵达旦 写了一份简历 内容从小学班长 到他的顶级生意 自真俱卓 内容那叫一个一根头发 分八半 气得很啊 你打了个草稿 我个人简历 是你看一下 还是我也给你念一下 大哥 我给你念一遍 我给你念一遍 个人简历 王明慧62年生 高中学历 上学的时候 从班里的分组委员 课代表 同时我还做过劳动委员 自五年级之后 我一直转成为班里的班长 和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自八九年直到现在 一起一直在做生意 我家是八九年 搬到长城市的 从最低层的生意 一直做到顶级 哎妈 真是尴尬 她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大爷决定带着大妈 好好在家转转 一是看看自己的经济实力 二呢 就是毛遂自建 准备掐盘项目合作了 这这这宝马车 那个路步车 这都我儿子的 前面这俩车 都是儿子和儿媳妇的 儿媳妇和儿子一个 我还有一台这个 给我姑娘了 那车咱不抽 你看这电钻 电钻 这是脚门 电 你俩能说到 撂到一起 他能撂到一起 他也不能说 对隔着站着 说对我有活 比方说我有活 他也不再说 对啥也不来的 他也不再说 啥也不干 他不是那种 大妈对大爷的感觉 更是直线上升 于是决定主动出击 我还要问一句话 你现在看到我了 和电视上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那你对我印象啥样 我现在说 我认为你还可以 因为不管哪里我找的 绝对不找那个 就内向 现在你看到我了 你对我什么感觉 行 这个从咱们 新的接触上各方面 我不知道你有啥呢 但是我对你印象还可以 还可以 出心不变 那你说对我可以 那我就说几句话吧 你对我的印象 咱俩是相互的 他这个人也不是一般人 他相对我证明他 挺有意义 可以可以可以接触 大妈别高兴太早了 经济这座大山咱还没爬呢 先把这是整明白了 再决定也不识啊 一会就让你知道 一时不愁想当官 得了皇帝想生仙 一会就让大家看看 啥叫贪得无厌 但是如果要脸都有工资 你就各在一块 放到你的放到我的 都各自各自的 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出门 看着说今天需要买菜 你就买菜需要买的 我呢今天需要 那看着我相中的 你的东西我给你买 或者咱拿 你别整 要不然买个苹果回来 老公你给我报销 我明天买件一会儿 媳妇你知道 就没意义 都透明的 但是话说 肯定我花得多 但是省下的钱 就你省下我省下的钱 就这个假设都花你钱 我省的钱也是咱俩 没有说给我花的想法 不是跟你花 就是说说这个钱 咱们家里支出 都在我这出行 但是话说说 你不能说是 你今天出门买两块豆腐 买个哪 这个菜我花的钱 你这会儿就给我 我说这意思 那就整理 就好像没啥 但是我每年 就是说比方说 一年四季缺什么东西 你也没有那种意思 给我点钱吧 说没有 没有 就两个钱各在一块 大爷假酒喝多了吗 真是脱了裤子打老虎 不是不要命 你是不要脸啊 俗话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月人无处 富婆相助 大爷强了半辈子 这是打算改到失软时啊 那钱是咱俩结合了 那咱俩想收我 我这话说最道假 但你说 你单独 我就找这么一个人 就是来陪着我 消费着呢 我好像没有那个拿 就这个你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这个他就 就不是一条心了 他要是这样 是跟我原来 那个二婚 这个拿的 这个一样 你之前的二婚 你那丈夫是怎么做的 一块钱不够花 一块钱东西不够买 他这个也是那个意思 抽到断水水更有 给你过日子我发愁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跟我玩什么了斋啊 既然钱就快谈不拢 合作项目也就白白了 因为我这跟你说 他一块钱不够我花 一块钱东西不够我买 我俩就是因为这个 我跟他分开 但是我要再找的时候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 那不是一样也没有感情吗 其实吧 我觉得 我觉得 出发觉也不是差钱的 我不是说不是差钱 这样就真常 就没有感情了 就是这个人吧 一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要想改变 不是那么有意的事 对不对 因为人的心里 一个是 心灵上有创伤的时候 就是这玩意 一年被舍少 十年都怕舍 这个东西就是 一种反应 什么反应 做个朋友吧 咱们还是做普通朋友吧 妥了 两人的相亲 最后因为AH的分歧 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 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 家里豪车太多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普豪大爷来相亲 家里不是宝马 就是路虎 实在太有钱了 这次来相亲的是 66岁的王大人 退休金3600 虽然赚的不多 但是大爷一说 自己的经历 都把红娘吓了一跳 我原来在建筑公司 当经理 后来调到一来 当厂长的时候 就买断了 我再回来 就属于给人打个礼 后来自个儿 自己做啥 自个儿就是建筑方面 建筑方面 为了养好孩子 老的大脖子粗 不是大款就是伙福 大爷这辈子 不是当经理 就是当厂长 为了儿子 挣了不少家产 现在的小日子 过得相当滋润 除了老婆啥都不缺 这次来相亲 大爷点名 要和王大姐谈恋爱 我就当时看那个王明慧 我相信他是啥意思呢 就是我也想身体好 其实不行 我也去干点啥 结果我一看他还搞啥呢 就搞这个二手房 他到那二手房 他有个啥呢 他能装修 装完修完再卖 我一心 这我俩还有不同之处 因为我木马随转店 这些行 我都走过来 能够结合了呢 我好在哪里 我只听我比他都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你搞装修他搞二手房 俩人强强联合 大爷我怀疑你 不是来相信的 你是来找合作伙伴的 红娘马上安排了 俩人见面 大妈一眼就相中大爷了 那你看这大哥 给你印象吧 很好 可以继续往下相处 你觉得就是 见到这个王大姐本人了 就觉得印象也挺好的 就是跟你心目当中 理想的是 一样还是高点 还是差点 基本一样 两人对彼此的演员 都还不错 谁知道刚刚落下大妈 就拿出来个纸条 上面密密麻麻的 写着自己的个人简历 我给你念一遍 我给你念一遍 个人简历 王明慧62年生 高中学历 上学的时候 从班里的 分组委员 科代表 同时我还做过 劳动委员 自五年级之后 我一直 转成为班里的班长 知道的是你来相亲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来应聘呢 给大爷看的一愣一愣的 等大妈炫耀完 大爷也不示弱 开始炫耀起自己的资产 原来这外边 都是我的房子 就把三小工把没了 原来这外边这一趟 全是我的房子 理事件也挺棒的 这就是厨房 出房 这这这保马车 那个路步车 这都我儿子的 前面这俩车 都是儿子和儿媳妇家 儿媳妇和儿子一个 我还有一台 这个给我姑娘了 但车咱们不愁 好姐妹不要愁 找不到青年找老头 大爷炫完豪宅炫豪车 给大妈乐的嘴都快咧 到后脑勺了 也就是现在大妈上了年纪 要不给大爷再生个孩子的心都有了 就当大妈还在那傻乐的时候 大爷的一句话 大妈提款脸都变了 但是如果要脸都有工资 你就各在一块 放到你呢 放到我呢 都各自的 生活当中 或者是你出门 看着说今天需要买菜 你就买菜 需要买 我呢 今天需要 看着乡东西 你的东西 我给你买 或者咱拿 你别整个 要是买个苹果 回来 老公子给我报销 俩人都在一起了 还在各花各的 你真是蚊子放屁 小气 炫耀了半天的富 结果分鼻不想掏 可把大妈气得不轻 我看咱们相亲节目上 一般的都说 哥哥要一千块钱 就没有一千块钱 有的说的 我昨天看相亲成功那个时候的 我一年给你一万块钱 他俩也没拒绝相亲成功 你就是多少 一个意思 没有说给我花的想法 不是给你花 就是说说这个钱 咱们家里支出 都在我这书行 但是话说说 你不能说是 你今天出门买两块豆腐 买个哪 这个菜我花的钱 你这话给我 我说这意思 那就整个 就好像没啥 但是我每年 就是说 比方说一年四季 缺什么东西 你也没有那种意思 给我点钱 是不是没有 没有 就你这要求 许愿持利的王八 听了都摇头 没问你要钱就不错了 跟着你还得花自己的钱 大爷咱是属垃圾袋的吧 咋这么能装呢 我说你一个月能能够我的钱 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两个人放一起 那意思 自己花自己 我原来跟这个奶奶 不也是自己花自己钱 现在家里边也都是我买 我想吃啥都对我妈 我想吃水果 都是我买 不行 最后两人没有牵手成功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点赞加关注 再看不迷路 散会 老孩子 吃点都是小事 好惹 大概要求不高 就是说找伙伴的 一天 比如说出门回来 能吃过任何饭 家里收拾的 那倒 这都是女人该做的事 极箭白白 当时买了一盒的时候 花多少钱 当时买五千多 三十年前就花五千多 买了一盒之后 对 我们就是说 看着喜欢的了 就要买 花钱花在这儿了 花钱花在这儿能理解吗 不理解 大哥那你觉得 人是医生马是爱 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 不理 大哥攒钱小能手 退休金每个月 开多少攒多少 基本不花钱 而一号大姐 三十年前就花五千元 买大衣 二号大姐成为月光族 都是为了买衣服 当节俭的 他遇上爱打完的他们 大哥能接受吗 今天来相亲的是 七十一岁的曹大哥 他现在每个月的 退休金是两千多块钱 这些钱他是 开多少攒多少 基本上是一分钱不花 但是大哥家里 是要啥有啥 大哥说啊 钱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数字 那要说这大哥 是靠啥生活的呢 他又想找一个 啥样的老伴呢 大哥说话不太兴奇 这是咋回事啊 原来是把牙都把了 还没到时间香呢 但是这一点 也不影响大哥的生活 大哥自己穿着比较随意 在大哥的孩子们 还没成家陪在他身边的时候 孩子们还会帮他参谋下穿的 现在他一个人生活 更不在意什么穿衣打的呢 一提起两个女儿 大哥那是满满的自豪啊 虽然两个女儿都成家了 但是这家里的是 女儿们可真是没少操心 非常孝顺 贴心的把他生活里 能用到的所有东西 都给置办全了 加上大哥也没啥兴趣爱好 还真没啥花枪 大哥的老伴 因为电钱意外去这以后 他就一直没有在找 直到几个月前 才动了再往前迈一步的心子 单身了21年的 曹大哥终于决定找个伴了 那么他理想的另一半是啥样的 这个身体健康 那个 性格比较好一点就行呗 该你过日呗 身体健康 性格好是大哥的招标准 于是红娘想到了王大姐 大姐房子不搭 只有40平米 但是她却布置得很温馨 看得出来 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一进门 大姐的衣归太显眼 羊毛 狐狸皮大衣 30多年前就花5000多买的这衣服 价值不费 对于择偶标准 首先第一点就是人品好 还有素质好 这大姐和大哥的择偶要求还都不高 也都是想找个踏实的人 让自己的晚年不再孤单 两个人年龄相仿 也都是随和实在人 他们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大哥真不是一般的节点 没几件衣服 是个正儿八经过日子的人 红娘给大哥捣食了后 大哥还真是精神了不少 然后大哥收拾了房间 未见面精心准备啊 据大哥回忆 老伴活着的时候 自己从来没干过家务 老伴走了后他也尝试学过 可是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 在紧张的忙碌后 女嘉宾来 他们会符合彼此的期待吗 初次见面 大哥对大姐印象还可以 可大姐却觉得大哥有点闲老 耳朵好像有点累 那么在接下来的相亲中 大姐会有所改观吗 这两人还都是个急性 大姐主动开口问了大哥一个问题 一个月公司开多少 大哥说2000 没大姐多啊 大哥说啊 巡览费 乌业费 煤气费 颠费 都女儿们负责 有自己的生活保障 接下来的聊天 大姐一见更大了 大哥到底说了什么 大哥说我们这岁数要钱没有用 开多开少无所谓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总得有点生活需要啊 大姐说从语言上沟通能看得出来 大哥这个人很平淡 没有自己的生活理念品味 对生活没有高一点的生活方式 有代沟啊 大姐比较爱穿 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舍得花钱 大哥不能理解 说穿衣服取暖遮袖就行了 不合适啊 相亲失败 红娘又给大哥介绍了董大姐 这次相亲结果如何呢 董大姐有双宝 没有住房 她特别重情重义 为了给身患癌症的老伴治病 卖了两套房子 大姐则有要求救世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工资多少都无所谓 这次大姐的缘分会如约而至吗 两人一见面 双方都说没演员 不理想 这到底是哪方面不理想 个头长相都不喜欢 但是大姐听说大哥不抽烟 不喝酒不打麻将一条 好感都马上升高了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相亲 能顺利进行吗 他们会是彼此对着人吗 谈到经济情况 大姐觉得大哥两千块有点少 都没有余地 不过大哥表示柴米油盐 姑娘都管 大姐这才放心了 这是大姐一番话 让气氛尴尬了 大姐说 我的工资肯定我自己不花 我自己留着 你的工资 我绝对得经管着 我的工资肯定是我自己不花 我自己留着 你的工资 我是绝对得经过呢 大哥无语 没想好 先不回答 这意思大哥听明白了 大哥觉得不行 前是两人的 不是你一个人的 这样日子没法过 大姐表示啊 如果咱们生活费不够了 我可以添 大哥这才得尽了 觉得可以添 接下来 这一听说大姐爱买衣服 大哥哀声叹气 接受不了 这么算得太可惜了 所以大哥又提出了一个自己在意的问题 鼠腔 两人差一岁 一吐一虎 大哥觉得不行啊 不打 过不到头 这东西你不服不行 哎呀妈呀 还挺迷信 能感觉到 虽然两人觉得鼠腔不合 但是最重要的分析 还是在消费观上 大哥把节俭科进了骨子里 改不了这个习惯 他希望遇到那个跟他一样节俭的人 两个人简简单单的共度余生 希望大哥找到自己的幸福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大妈真不一般 会开车吗 没票 想买什么车 有车才买票 这是什么话 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是讨论买车的事吗 怎么感觉让人觉得这么隐晦呢 真让人听不懂啊 不得不说中国的汉字就这么博大精神 老年相亲就这么硬核啊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王大妈 59岁 离异 退休金2000元 有房有车 谈起大妈的前段婚姻 也是满腹心酸 孩子还小 丈夫就在外出轨 选择离婚也是迫不得已 离婚其实很伤心 不是不爱 而是不能再爱了 毕竟被背叛是最难受的 孩子又小 离婚几年都不能从感情的痛苦中走出来 所以后来干脆带着孩子远走他乡 离开以前的伤心之地 也是因为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一切都得重新再来 所以也成就了他后来的一番事业 离开了以前的工作单位 只能重新找工作 他选择了化工销售 游走在全国各地 这正好发挥了他的爱好和特长 干得开心 干得高兴 也干出了自己在事业上的成绩 练就了他一身的胆量和强大的气场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 不是在干事业的时候了 得找个老伴一起过后半生 他的乡亲要求是 懂我的 疼我的 喜欢我的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爷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叫假大爷 六十岁 省梅田地质退休 退休金四千一百元 农村又住房 大爷作为特殊工种退休早 因为是离买不起房子 只能退休后又回到农村的房子住 大爷虽然只是挖梅的退休 但却心高气傲啊 对自己是特别的自信 虽然人住在农村 但向往的是城里的生活 不种地 每天唱唱歌 锻炼锻炼身体 不与当地人一起玩 与当地人格格不入 过着自己独立特型的生活 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 可自己又没本事能生活在城里 因为自己在市里买不起房子 没地方住啊 自己那点退休金虽然不算很低 但要在市里生活 很不现实 所以只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乡亲上 希望通过找个伴 把自己从农村带入城里 所以大爷的乡亲要求是找个城里的 因为自己前妻是农村的 他觉得他邋遢 不讲究十八年前就离婚了 后来也找了城里的对象 可是人家看不上他 生活维持不了多久就散伙了 后来一直在找 但一直没有找到如意的 他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恰恰我又没有过方能力 这是一个原因啊 再一个呢 你说我要求呢 还常说 甚至他有办法 我一走就定吧 东东我可以过去 那晚上生活费都还我的啊 但是 由于他身高 可能人有不低呢 包括像个帽 我一米六一百四啊 是这两点 没有了方向身高 毕竟身高形象是硬伤啊 是第一印象啊 自己是里没房子 只能靠对方 所以确实难得如意啊 当然作为自信满满的大爷 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不足 会大于自己的缺点 他对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 对找城里的对象 还是相当自信的 他自信满满的提出了 自己的相亲要求 我的城里的想法是 来不纠可 来是指他啥没有呢 传得在我的手 没有楼宝啊 没有房子啊 这是三楼吧 可以在我的手 更好 明天我自己建一个 室里楼房 我就不想 这是来去呢 希望他是长生 或者是室里吧 有楼宝 其他住 不知今天来 相信的大妈是否合适他 因为大妈家的老人住院 大妈在医院照顾老人 相亲也只能从医院 出时间出来见面 所以在红娘的带领下 大爷来到医院楼下 与大妈见面 未表示大爷对这次 相亲的重视 大爷针对老人住院 还特意在超市买了水果 大妈下来与大爷见面 因为天气太冷 就找了边上的餐馆来相亲 两人刚见面 大爷对大妈的身材 不是很满意 形象总体是不错的 每天不熟 但不要 大爷觉得自己本来是重量级人物 谁知大妈比他更重量级 不过大妈的条件好 可以进一步了解 大妈有抽烟的习惯 因为离婚后自己痛苦 为了减轻痛苦 所以染上了烟瘾 不过 如果能够找到自己如意的老伴 虽然抽了二十多年的烟 但为了自己以后的家庭幸福 也要把它戒掉 大爷对大妈的这个做法很赞同 大妈问大爷会不会开车 大爷说没票 大妈说想买什么车 大爷说 如果有车早买票了 你会开车吗 没票 也就是说没开过 如果说马上说是有必要我考个票 考完票并且就有车的话 我想也没问题啊 我万人就在龙家普的 就在龙家普的那个 就是教练 龙家普有一个 那个那个家庭 那要能想买车我早有票了 这是暗语吗 怎么让人听不懂啊 难道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感觉好隐晦啊 看样子两个人都是闯江湖的 用的是江湖暗语 不过大妈不解脱 眼看场面就要冷场了 大妈得知大爷会唱歌 所以两个人就开始了 以歌来会有 两个人你一手 我一手 感觉像是拼上了 那股认真劲 感觉一定要拼个胜负出来 正当双方PK的不亦乐乎时 大爷突然就说大妈唱的歌词错了 这不但让大妈无语 就连红娘都无语了 大爷你这也太不解风情了吧 你这也太认真了吧 就你这表现 大妈怎么能看中你呢 这大爷太没眼力尽了 揪歌词的错误就算了 问大妈要手机号码 不留个电话呀 你可以留电话 189 189 1894366 这个正确读法 十一位数是分三句 这个也说到的 真的 有好多 第一句就把读出四位数了 这是不正确的 本来大妈就不愿意给 可大爷还纠结着 大妈抱电话号码的顺序问题 真是让人没眼看啊 大爷 你这是关键时刻掉链子啊 面对自信的大爷 红娘问他对这次相亲的看法 大爷觉得自己还是蛮有把握的 但是我相信他出不对 我有红感 有红感 那你看一 要电话就美了 没有犹豫 而且眼泪 瞟了我这眼 大爷 你要电话号码 当着红娘的面 大妈也不好拒绝啊 毕竟不看僧面看佛面啊 瞟两眼你就觉得是看上了你 你的脸有多大 可能从我这个本质 以及工资 这个数额上 这个你过日子上 包括个人爱好上 他什么歌舞啊 我起码我占个歌 舞不行 这边有关键点嘛 这就有一种吸引的因素 你这是自信吗 不是自大吗 真是让外人苦笑不得 最经常问候啊 时不时的 送点花 他对上歌 请上歌庭嘛 当然追求爱没有错 就尽力去追吧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 谁也不会阻止你的 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 不过 除了那四千元的退休金 大爷 您还有别的积蓄吗 否则也唱不了几次歌啊 你们怎么看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这个相亲大姐太奇葩 别人看脸大姐看牙 不仅要求牙口好 每个月还得给点钱花 大爷方凉六十八 老年人种的一枝花 退休工资两千四 两三天才回家一次 除了每个月的退休金 大爷还坚持打经的工作 努力不分老少 大爷不跟你闹 点赞不用我要 每天逗你一笑 点个关注 咱来看看大爷 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 我的原则是 你有多少钱 你开多少工资 与我没关系 你嫁给我 我养活你 这玩意你看 你要娶人家 你就得养活你 咱这虽然说 这玩意传统一点 古老一点 那你还得走这个路 这好的 糟粕的咱们拿掉了 好的咱们是不是得继承 那你嫁给你 你不养活人家 中国人不就是 这男的养女 都说是年龄 大得会疼人 做了大爷的小公主 只吃猪头肉不吃苦 大爷对另一半的要求 只要是个女的就行 红娘根据条件 找到了家住不远的孙大姐 大姐今年六十六 发型属实有点秀 直到今天来相亲 特地用爆米话机整了一下 那心情和发型一样澎湃 多了不说少了不落 直接带着大姐去见面 这是张福星 我张叔 这是孙宝贤 我孙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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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个还可以 挺好的 岁数也行 长样也行 不是 跟一般人 刚见面两个人演员都还不错 这一胖一瘦的 和哼哈二将一样还挺般配 大姐看上挺晚宴 主动问起了大哥的情况 你几个孩子 我俩 两个女儿 那好 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做什么工作的 它倒牛的 哎呦 那行啊 做买 我们家条件还挺可以的 今天过了年到现在也能挣20多万 哎呦 那正经不少 对 相当无数了 我们家条件还可不 小牛犊子上电线 牛逼轰轰带闪电 一日三餐不来炖猪头肉 都吃不成大姐这个样 大爷看着波澜不惊的 其实心里事成开心了 以后猪头肉怎么分都想好了 大姐和我差不多 我一个月差八千不到一万 人家相亲要么看脸要么看钱 大姐相亲先看看呀 你那有没有香的牙呀 啊 你那牙有没有香的 我牙真掉了 我没香的 这一顿给大爷直接整王圈 香不香牙的又不影响吹牛逼 你没事管这些干啥 又不指望你给我换个斤的 我这个不影响吃 不影响喝 我香的啊 你是找就是不能有这个香这个牙的 那个太买了呀 那我高地不找 他挣八万掉 我不缺钱 我也不图那钱 我就主要找一个人 你家老头爷爷不是笨钱呗 就就找主要各方面 我说那些样吧 都能合伙我的 你 你对牙很看重啊 嗯啊 哎呀 我家邻居那男的 香的牙 哎呀 中地找忙不刷牙 哎呀 那挂的那吃的 我都不瞅的 他就跟我说话 你有洁癖吧 啊 你有洁癖 没有 大姐有没有洁癖的我不知道 嫌疲倒是不少 那邻居又不和你亲嘴 刷不刷的管这么多干啥 我对他这个 对这个鸡毛蒜皮这小事吧 这么较真我反感 你不喜欢人家的 那怎么那你刷牙的香牙谁不刷 那你不刷牙它不有味吗 他说那个他人家刷牙人家香牙的 你们家有几个香牙 你天天去看你去看你那个下不刷牙 那他地方有点太固执 正常人上网聊天都是 先看看人长什么样 大姐聊天就是 先看看牙香没香 大姐除了有点固执 剩下的都挺好 他做了个男同志 多一勺 他都得留点后勺 我外边待老了 回儿女生家 那也不好说 就意思 有鱼头和老太太 多少存一点 这么个话 大姐你家都这么有钱了 存不存的要那点够干啥 大爷都收成电线杆了 你这是想给大爷榨干吗 叔你对这个有啥想干 我真的没啥想 咱俩原来闹我就说 这人家也不容易 对不对 这个存点钱还是可以 依你 你是觉得每个月都要存一点 还是说怎么存到 你就得那月算的 那月存的 月得存多少钱 你说吧 君子 你不说先小人后君子吗 你说吧 你说也没啥 目前他这个 当然他也没说 我也没说 最后这个税不了了之了 存的钱 他应该存 但存多少 他不说 但他得说 那我说给你存200 才能干吗 可见说范围 那也就四五个多钱 这个也得一千块钱 高手过招那时有来有往 俩人商量了 一上午没有个答案 看样子这件事 没有一盘猪头肉拿不下来 所以决定边吃边烙 咱们就是 十打十的书 根据自己的能力 我又要给你存500块钱 你整个五 你不知现在五都是250吗 那存六 六 也没有这个大分 那就六呗 大姐想着六不六的无所谓 先把饭干饱了再说 人是铁饭是刚 来口小菜心不慌 六行不行 行不行 咱住对象也好 找老伴也好 咱不是讨价婚价 咱也不是买货 是啊 咱不是就想要 熟一个态度吗 是啊 我就想看我跟这人过 这人是不是真的想跟我 到一起过日子的 对 一是要个保障 二是要个态度 那叔现在他量度态度来了 你说五百数不好 叔说六百 那你说这都已经一样再样了 咱还是满意吗 五百六百的 大姐你在这谈工资呢 下口在就业算是让你完明白了 相亲便坚持 一看大姐就是顾家的好女人 家里这么有钱 还不忘出来挣两个 大爷负责说话 大姐负责干饭 一个月一钱确实有点狠了 这老头挺不错 干脆给他打个八折 你也白说六百 我也白说一千 你一个月你一顿存八百块钱 你看可不可以 你把这当菜市场呢 相个亲还讨价还价了 大姐这思想不需做个生意 简直是可惜了 那就不可以 相亲本来就是要两个人相互付出 大姐照顾家里 大爷出钱生活 也别说大姐要两个不过分 那大爷又不是不伺候大姐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关注我 天天带你乐喝一下 大爷你这是在平菜吗 还是按指评人啊 一上来就指着大妈面前的菜 说不要钱我也不吃 那菜与别的菜也差不多啊 为什么你就指明那道菜不吃呢 你要不喜欢这大妈可以明说啊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教理大爷 五十九岁 离异 退休金三千八百元 有自己的住房 大爷虽然还没退休 但一直坚持养生 每天喝杯养生酒 喝的茶也是养生茶 还喜欢做做养生菜 平时也搞搞运动来养生 真是句句不理养生 事事都与养生有关 说起大爷的婚姻真是一言难尽 已经离婚两次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 肯定自己也有问题 大爷说自己不喜欢别人管的 喜欢自由 不喜欢拘束 自己的不幸婚姻 肯定与自己的性格有关 只愿管别人 不愿别人管你 哪个人要你管啊 又不是小孩子 小孩子都不喜欢别人管啊 大爷你应该自己好好反思啊 只许周关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可行不通啊 眼看就要退休了 想到退休后一个人更孤单寂寞 大爷想要找和老伴一起过后半生 他提出的乡亲要求简单实在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郭大妈 五十四岁离异退休金一千五百元 以前干个体的 现在退休了 生活无忧 最大爱好是去健身房 跳肚皮舞 练瑜伽 练健身器材 一个月三十天 有二十八天待在健身房 谈起前段婚姻也是心酸难过 潜伏家暴 稍有不如他意就打人 离婚后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现在年龄大了 想找个老伴过后半生 他的相亲要求也实在 个人呢也就是一米 不知今天的大爷是否合适 两人刚见面 第一感觉大妈对大爷还好 毕竟第一次收到大爷送的鲜花 伸手不打笑脸人 大爷对大妈的感觉 觉得演员差一点 以大爷这个脾气 演员不到位 红娘本打算要两人在健身房 多了解一下 谁知大爷就要请大妈吃饭 本来吃饭可以互相进一步了解 谁知大爷一上菜 就对菜一番平头论足 这也觉得不行 那也觉得不好 或许是因为没相中的原因 大爷说话毫无顾忌 那个却脾气一上来 真是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那时候我也不在家 对第一不在家 第二年说话挺实在的 有啥说啥 挺倔定 一损一损地子 一损一损地子 这一损一损地子 这几年啊 那宿舍大厂改的锅子 啊 原来上午那买锅子进入 我都帮了个人 我说你出去 那你现在上去也买了 你这越粘子越买了 那你看 你不买锅子 我最买锅子 我最想买了 你想买我就不买你 我说你这块劈了 我劈了 光了就把白色扔过去 白色扔过去 大爷啊 虽然没相中 说话也不要这么豪放吧 毕竟女士面前 也要注意风度吧 大妈也是做生意出身的 知道其中厉害关系 大爷这个脾气 她可接受不了 他说的 我来给人家不卖这呢 我跟他正想法 不用说了 我来不信都不行 啥不唱 不能说别 因为他有多少钱 我不在意 我不是钱 因为在后面上 不搂着钱 最后两人相亲失败 大爷你这倔脾气 谁受得了啊 这也不是那也不对 这相亲之路难啊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